那常规了 上颜色也都一样 不均一格 并不均一种格式 这画是多种多样的 不是完全一个格调 一个模式 在这边 这边这块跟这块是对应的 因为这是一块 由那边过来 青砖也有石器的 还有土的 其实这橙朵子跟这橙都是一样的砖 画的时候给它分两样画 这样好看一点 这朵子上个白的 这大垫 砖的瓦顶也是墨青 这是暗部 暗部有点墨青 这两边的墨的远山也是墨青的 太脸 淡墨点 颜色也淡一点 浓墨点 颜色也浓一点 这地方白的都是云 这白的是水 所以这两个在地方不一样 感觉也不一样 应该看出这是水 这是流水 泉 这是小河 水 上次比较实 下次比较虚 横看成岭 侧成峰 横着一看 比较平 这是岭 侧面一看 就是山峰 这山看从哪边看了 最后有几个小地方 一个是 这墙朵子 成墙朵口 还有这个红叶 还有这建筑物上 几个小 几个小 胭脂 胭脂有点偏紫 鼠红呢 有点就粉色 比较漂亮 鼠红适合画这个桃画 春天的景 这胭脂呢 比较沉稳 比较沉稳 适合于 染秋天的叶子 红叶 挤得比较紧的叶子 就可以连着染 连成片 中间即使有一点小空 也都给染了 这一片 这一片 可是外面是孤隆隆的 一个两个的 这就单个染了 这都单个染 这些叶子画的时候 要靠紧一点 中间 中间不留多少 空 留就留大的 那就是孤零零的 以前这留的大块的 这留的大 这留的大 中间不留 中间不留很小的 一个小块 一个小块的 到这就给它染上了 这就染过来了 这就染过来了 点叶 这个染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 别染出 轮廓去 不要染到轮廓以外 有云气 这样虚了 虚一点 下边是云的 就不画那么实了 这个心有点点几个 有几个印儿 细细拉拉 最后 把这个 城墙用褶石 上面用褶石勾一下 这个褶石一勾 这就是 凡是有墨线 不上颜色 就用褶石勾一下 这为了就是跟下边有点区别 看着好看点 其实这个呢 实际情况也不是这样 因为刚才说了 因为刚才说了 有的城墙是褶石色的 有的城墙是墨青色的 这就用褶石勾一勾这线 这就白的不上颜色了 这就白的不上颜色了 最后有的叶子枯黄了 最后有的叶子枯黄了 有的叶子还没黄 有的黄的枣 有的黄的枣 有的黄的碗 有的黄的枣 这幅画要全部完成了 看着这个锅 好 这我 没过去 用褶石磋 你 好 对